如果还没报到的,先过来报到啊 手机的绿码,绿码要准备好啊 要亮出来,实时的绿码啊 广州市攀渔区台办的工作人员 一大早在攀渔区起伏医院门口就开始忙碌 6月18日,一共有近70位台湾同胞相悦在此 接种第二针新冠疫苗 广州市台资企业协会 攀渔分会青年会会长曾玉京 已经接种了两针疫苗 但当天他依然来到现场 给其他的台湾朋友建议和引导 我们有几个这个疫苗群 大家一直到政府有这样的好的政策 而且是免费的,其实都蛮踊跃的 据了解,广州市区台办做了许多工作 摸清台胞接种疫苗的实际需求 创造了不少的便利渠道 像在手机微信小程序中 就有台胞预约接种服务功能 让台胞在自愿前提下接种疫苗 我觉得其实在这边打疫苗的效率 我真的要夸奖我们这边 我们台协的这个人员 就是一个一个帮我们跟踪啊 然后名字啊 所有的资料都帮我们录录好 然后时时刻刻的 就在巡礼给我们发最新的消息 说集体要在哪里集合啊 要准备什么 要注意什么啊 要带什么表格过来 其实都做得非常的细心 也很大胃 好可以慢悠悠的往前走 都没有问题的啊 就像出来逛街一样的 都没有问题的啊 距离产生美 好现在评一下啊 保持好距离 一米线外的距离啊 一米 当天在接种现场 有母女一起来接种的 也有年龄较大的 骨秀亮是其中年龄最大的台胞 59岁 他表示 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 对大陆的疫苗更有信心 这边制造的疫苗 我也信心啊 所以说我不会害怕 近期有台胞选择来到大陆打疫苗 但也有台湾网友 对疫苗的安全性提出疑问 这一批已经完成两针接种的 亲身体验者就表示 早期对疫苗安全有担忧 可以理解 而时至今日 事实就在眼前 那至于这个疫苗安不安全 其实不是我们觉得 是有数据的 那而且这个疫苗 其实打的技术非常的大 顾虑初期有 现在应该是大家都很放心 都抢着打吧 包含台湾的这个新闻 也有讲说 台湾没有进口的疫苗可以打 那大家宁愿花这个机票 好几千块机票钱来打 大家也觉得 这里的疫苗是非常的安全 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来打 我自己的感受也是这么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久那么久都没有疫苗到台湾 然后台湾的政府是怎么来对待这些百姓的 那回来这边的话是疫苗很普遍 而且真的是效率很高 那一下下我们这边就控制好了 一有什么问题 就马上全体都做核酸检测 就感觉生命受到保障 我也非常感谢 有这样子这么好的 免费的服务又有很好 又是免费的疫苗 这个跟台湾相比真的 说明白点 我们台湾人就感觉 这两边的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这边是免费的服务 免费的疫苗 真的觉得在这边是相当幸福的 据统计从4月22日 广州首批台包免费接种疫苗到现在 广州共有50多批次 4000多名台包自愿接种新冠疫苗 未发现受感染情况